2019年第三屆海峽兩岸學生棒球聯賽的開幕之戰 在豐台棒球場所主席 由尋求三連霸的北方工業 正面迎戰上屆男子甲土第五比的世新大學 一開賽世新大學便靠著接連的安打攻下一分 最後一局下半北方工業大學中心打線的串聯 則幫助球隊一局攻下三分 在熟悉了北方工業大學先發投手熊一的球路後 第四棒賴冠章在四局上半一開始的深遠二壘安打 開啟了世新大學的攻勢 安打加上戰術的執行 世新大學在四局上半攻下三分成功把戰局頒比 五局下半北方工業大學最後半局的進攻機會 兩人出局三壘有人 第一棒的黃伯偉擊出投手成的滾地球 張晃偉傳向一壘時稍微發生了偏差 形成了再見失誤 中場北方工業大學以5比4一分之差 收下開幕戰的勝利 有一些當然就是譬如說好球 或是投手投不進去結果你下一棒 你怪球你也打 這是其實這很多可以檢討的 雖然沒能收下比賽勝利 全場打擊最活燙的賴冠章也依舊保持著積極的態度 結果當然是對我們不利 我們今天輸掉這場比賽 對面也是有很好的選手 然後在深圳的時候輸他們 我們這次很想把他贏回來 但是我們這次 在比賽過程中我們慘累太多 然後手背一些細血 一開始比賽的時候細血沒有做好 然後導致最後輸球這樣 台灣體大學生記者 吳立揚周成良北京採訪報導